跟聯誼 老師請坐吧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在馬中服務八年 其中有一年服務兵役 實際上是服務七年 服務第一屆就是你們 我發現你們這一屆的同學 特別有感情 為什麼講呢 因為我教七屆 只有你們這一屆幾半同學會 幾半同學會 而且都請很多老師來 其他那六屆好像都沒有 同時呢 剛剛那個胡孝敦講過這一句話 我很同意 我們當老師的給你們的實際上是太少 而你們會給我們報答我們的實際上太多了 我實際上是感覺到很不好意思 每年同學會都不忘記我們 都會邀請我們 對我們招待的可以說無畏不治 實際上非常感謝 我也很珍惜這個同學會 你們這一屆是初中二十六屆 高中二十屆 我們這一屆有一個半同學會 我們這一屆是高初中十六屆 高中十屆 比你們老十年 比你們老十年 那我們也在半同學會 我們這個同學會 我講出來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們大概在二十幾年前就開始辦 當時辦的時候是兩三年 有時候四五年才辦一次 但是到後來到最近了 大概前年的時候才大家討論結果 你這麼老了 都七十歲以上 這個將來相聚的時間也許不多 所以應該每年辦一次 而我們現在 我們這一屆辦同學會的時候 已經請不到老師了 你們還可以請到這幾個 我們還是請不到老師 因為大部分老師都已經往生了 還有沒有往生的是不良儀行 躺在病床上請也請不到 所以我們覺得請不到我們的老師 覺得很可惜 那我們辦的同學會現在是變成這樣 澎湖 高雄 台北 這三個地方的同學輪流辦 例如今年澎湖的同學辦 明年高雄 後年台北這樣輪流 而我們辦的是這樣 每一次都是三天兩夜 到台灣去的話三天兩夜 等於是在旅行一樣 一方面是旅遊 一方面是同學會 那麼在車上的時候 大家就飆歌唱卡拉OK 那麼到了旅館飯店 大家就集合起來 天安地安 大家談得可以說非常融洽 笑聲綿綿 所以我們結了這個同學會 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發現你們這一屆同學 辦這個同學會 非常的有意義 非常的溫馨 所以今年我從八月 本來八月三號就要回來了 希望趕得上同學會 後來因為我身體不舒服 拉肚子 所以在台北療養 療養到八月二十一號才回來 所以我當時想應該來不及 同學會應該是已經過去了 因為你們以前都十幾號辦 所以大概沒機會 沒想到回來 接到這個通知 二十八號來得及 很高興 很幸福我們這一屆 因為我認為你們這一屆 我的印象中非常聰明又可愛的同學 希望你們能夠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美滿 希望以後繼續再辦下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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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